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驯鹿村又开始一年中最繁忙的时节 他们必须立刻进山巡鹿 找路的过程很漫长 几天几个月都有可能 终于在一番苦心后 他听到远处传来若隐若现的铃铛声 找到路群并不意味着结束 肖良库需要赶在天黑之前 带领路群下山补充缘分 你以为阿姨这样的活着很幸福吗 其实等我养不动驯鹿那天 我就把驯鹿全部封上 我养不驯鹿那天 我都没打算让肖正好给我养去路来 我不需要你养 因为你干不可 因为他不会干不可 厄温客 亦为住在大山林中的人们 他们是大山孕育的子民 生来与自然共存 文化代际相承 直带巨浪 卷熄着所有原始的部落迹 厄温客族人最后的坚守 是曾经的风雪 是舍不开的驯鹿 也是断不了的传承赞歌 这些人也会被骑鹿 那些人都没有任何人 所以我们在1970年 才是在1970年 他们在1970年 这些年纪归准备 就算是在1970年 下车时的儿子 在1970年 这些年纪归准备 准备好 这些年纪归准备好 在1970年 中文化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